幼園群聚的感染源CT值是有高有低 但是我們稍早在問了專家之後 他們說因為現在病毒比較難在幼童的身上去繁殖 所以看CT值來判定他們的感染時間不準確 那小孩的這些CT值又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剛剛我們也有提到說 這個Delta病毒或者是這個長容器事案 跟幼稚園的這個案是分開的兩個獨立的案例 但是現在侯友宜跟柯文哲都說 可能不排除就跟長容器事有關 那會不會覺得說 地方政府在把這個責任推給中央 謝謝 在那個CT值 本來就單獨的一個CT值 要來做相關的判定 本來就有他的一個誤差在 一般我們在看這CT值也是看他一個前後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變化 那比較有一個參考價值 但縱使是前後的變化 他還是在一個參考 但序列性的CT值 那可能就有他的一個意義戰 然後第二個就是 每個地方在互相講 就把自己的地方 該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我想這是一件 最重要的啦 那所有的疫情的控制 那都是中央地方要一起來合作 才能夠做好